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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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收看今天的 《時評大財經》 最近澳大利亞 印尼 印度三場大選相機落下帷幕 我們看到原來的執政者 都獲得了連任 他們也會面臨內外的挑戰 大家更關心的是 中國和這些國家關係 會如何走呢 確實 連任只是挑戰的開始 我們看到了 印尼總統大選結果出爐 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 他是以55.5%的得票率 是領先其對手普拉伯沃 然而普拉伯沃不服氣 認為整個計票結果有瑕疵 他的支持群眾 更是上街大規模抗議 接下來 佐科維多多 到底會面臨怎樣的內外挑戰 美國刻意地封殺華為 這會不會造成全球科技 產業鏈大洗牌呢 而華為這樣的公司 會不會後來居上 我們先去節目的第一部分 首先我們就要來看看 這最近有三場大選 結果都是有驚無險 包括了這澳大利亞 印尼還有印度 先來談談澳大利亞吧 這個民調反應不出來 這總理莫里森 他最後在執政的時候還說 這是一個奇蹟 我們在執政聯盟 在聯邦議會選舉中獲勝了 莫里森他是屬於 在自由黨中的保守派 而他支持加強與中國經濟接觸 但同時也力阻中國在澳大利亞 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投資 他曾經說過 這美國是我們澳大利亞的朋友 而中國只是客戶 朱先生就這樣子來講的話 您認為在莫里森 又繼續執政之後 對於中國的關係 會有怎麼樣的變化呢 這個澳大利亞和中國的關係 其實在過去幾年 確實出現了一個倒退 就是這些比較保守派的人士掌權之後 他用這個泛國家安全的概念 來限制中國的投資 甚至在某些媒體 還造成這個卑躬攝影的效應 當然我們看到 他也在技術上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他說這個話 中國是客戶 但其實你看在競選當中 這個工黨他就不是這麼認為的 因為安當利亞他在過去當中 幾年當中 你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現象 就他的經濟越來越依靠 中國和亞太地區 雖然他傳統上認為 自己是個白人國家 是要和傳統的 像美國 英國這樣保持緊密關係 但是就是說這種政治關係 可以保持 但是你的經貿關係 你的人員往來 你其他的各種文化交流 就很難回到以前那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也看到澳大利亞 它是在過去20多年來 就98年以後 它經濟一直在往前走 經濟往前走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和亞太地區 特別是和中國的關係非常緊密 包括它的礦 我們去的留學生 但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 這種氣氛其實都被擾亂了 所以他繼續執政之後 戰術上不排除 他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調整 但在戰略上 他們這些人到底怎麼認知中國 然後像碰到一些敏感的地方 像5G的問題上 他會不會採取一些更靈活的態度 這是我們值得有待觀察的 確實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選舉當中 不僅僅是連任之外 其實挑戰還是等著來的 所以我們再來就要看到 是印尼方面 這個印尼總統大選 現在結果終於是出爐了 因為總共是1.54億張 這樣的一個選票 那麼結果結果就顯示說 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 他是獲得了55.5%的得票率 那麼也就是有超過11個百分點 是贏得他的主要對手普拉伯沃 可是這當中普拉伯沃可是不服氣 認為說整個計票結果有瑕疵 而且普拉伯沃的支持群眾 都上街來抗議 所以我們進步想要請教的朱先生 雖然說佐科是成功連任了 但是他現在接下來要面對的 內部以及外部的挑戰 又有哪些的 其實印尼的總統是非常難當的 挑戰非常大 就是98年之後的幾輪轉型 轉到現在一個進入一個 相對穩定的階段 所以你看到這兩屆都是總統連任 他可以坐滿10年 但是我們也看到像這次 雖然有11%的得票率領先 但是對方還是不服 不服之後在街上 還是有各種各的抗議活動 因為印尼我們都知道 他人口非常多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發展的情況也不一樣 印尼還是穆斯林的人口最多的國家 所以你接任之後 當然比原來可能會更有經驗 但是原來的矛盾也會積累更多 我們也會看到印尼在這段時間 其實經濟發展也不錯 有時候發展起來 反而帶來更多的矛盾 這個資訊更多了 這個矛盾也可能會更多一些 當然佐科為多多 他就是鐵定的心要繼續發展 您說的一個3萬億的投資的計劃 其實我們看到 在他的投資當中很重要的 就是和中國一帶一路 怎麼進行對接 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 他連任之後 有一條大家非常關心的鐵路 亞灣高鐵 應該就可以建成通車 我們不能說如其建成通車 因為都知道東南亞國家 辦個什麼事情非常的難 但是我們看到在去年已經是正式開工 因為原來設想得很好 大概今年就可以運營了 後來發現其實在印尼盤是非常難的 去年終於是開工了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設備 就是中國出國的海外最大的鈍購機 鈍購機就是挖隧道 或者是打鑽山洞的那個 它一開過去之後 整個出來的隧道就全部鋪好了 所以我們看到在大概七八天以前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隧道 已經被全線貫通 所以我們看到它執政下去這五年 我估計大概有兩到三年時間 這個亞曼高鐵就可以順利地建成 那麼真正就可以 印尼人就可以享受到 350公里的時速 幾十分鐘 亞加達就可以到了這個辦龍 其實對印尼這樣的國家來說 它要經濟快速發展 它在現代化就需要這樣的 方便民眾的超級工程 的確 你說要便民的話 你才能拿到選票 但是現在就是說 來看看另外一個選舉的戰場 就是印度了 終於選完了 在印度呢 歷經了七個階段 將近70天 正式號稱最長的選舉 那總理莫迪呢 到處走透透 要的就是贏回民行 雖然內部這呆帳不斷 還有很多的醜聞 我們就留給他自己處理 但是對外眾所矚目 莫迪接下來又再穩坐五年了 對於這中印關係 會有怎麼樣的化解嗎 其實中印關係我們看到 在莫迪的任內 他有一些起伏 但總的關係是往前發展的 在全球大格局當中 印度也非常清醒 他不會被別的國家用來做棋子 來對付中國 那麼他有自己的這個步驟 也有自己的戰略 所以我們其實看到 中印關係在目的當中 執政以後 一個最亮的點 就是私人外交 叫個人的元首外交 所以我去那個武漢東湖的時候 就有專門 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會談處 有一個紀念 兩個人在那地方喝茶的地方 但我們其實也很關心 因為他來來中國 中國什麼時候回訪他 因為他一定是互相往來的 禮善往來的 那麼他連任之後 大家都在看 中國和印度的這種個人的領導的關係 怎麼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這種強化之後 對中印關係 有怎麼樣的正面的幫助 好 我們剛剛看到 就是中國跟這三個國家 分別有一些關係跟聯繫 但是我們下個階段 則是要來看看 中美之間又該如何 來解決一些貿易爭端 那麼尤其現在華為 是遭到美國大封殺 而且美國總統特朗普 還頒布了行政命令 也就是國際緊急狀態 經濟權力法 到底意味著什麼 又會對於全球的高科技產業鏈 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稍後詳細為您解讀分析 歡迎回到時評大財經 繼續為這個階段 我們來探討的話題 就是中美貿易糾紛持續的升級 而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 也是簽署了行政命令 是引用了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那麼最主要是宣布 國家進入到了緊急狀態 同時是賦予美國商務部權利 也就是能夠來監管任何有威脅到 美國國家安全的商業活動行為 那麼事實上 雖然說白宮的生命當中 並沒有點名說 到底是針對於哪一個企業公司 又或者是國家 然而普遍都相信 這是針對於封殺華為而來的準備 所以朱先生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到底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啟動這一項行政命令 那麼它到底意味著什麼 美國到底在怕什麼呢 其實這項命令 美國應該是籌劃已久 但是它一直想 不想破壞這個 中國和美國的貿易談判 所以一直留著留著 最後它終於拿出來了 來作為一個極限施壓的方式 但是不要把它單純 當成一種談判的策略 而是要看它背後 它有非常深遠的戰略目的 就是不許別的國家的公司 超越美國 變成全球第一 那麼大家都知道嘛 緊急狀態 美國有緊急狀態嗎 沒有啊 有人威脅美國嗎 沒有啊 你說你針對華為 那華為它根本就不在美國 買東西 而且是美國全世界到處找華為的茶 把遊說盟友又遊說咱們以前講的 拉這個前線國家 像中東歐國家 還有其他的這個五眼聯盟的國家 不要用華為 華為根本沒有威脅到它 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呢 它就沒有辦法 在最終就是拿出了一個赤而裸的 這種緊急狀態的權力法 就是它這個是有先後順序的 總統要簽署這個行政命令 他們宣布進入了這個狀態 商務部才能夠去挑選 它所要針對的企業 所以呢我們其實看到 它一簽署完之後 商務部馬上就選定了華為 進行這個禁運 其實您看喔 這個美國的動作有備來 但華為好像也準備好了 這任正非也是華為創辦人啊 很罕見的 很高調的接受媒體採訪 第一時間他就講了 你華為 好你不賣我這個高通的晶片 美國沒關係啦 我們呢只是稍微發展緩慢一點點啊 但是呢另一方面 你又說了 好90天臨時執照要給我們的話 之後這美國稍微態度放軟了 但任正非說也不用了啦 對我們華為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覺得 我覺得他講話最後呢 他很大氣的說 很感謝美國企業 他還指出 愛華為不一定 你要用華為的手機 那其實他自己也可以 給家人買蘋果產品 也呼籲不要煽動民族情緒 在任正非的這一些談話當中 竹先生你怎麼分析 他的底氣從何而來 這幾天呢其實我們看到呢 大家都在看任正非接受這個媒體的採訪 也在反覆看他談的話 當然我想呢 這個美國人也會仔細地看 所以美國對華為的態度 也出現這個反覆 是吧 本來說是全面禁止 第二天就實施 因為以前 他也按照這個正常的這個法律啟動 他可能需要一個幾個月的這種諮詢期 那個什麼不這麼看 直接就宣佈禁運 而且呢還有的企業是配合他的 當然我們其實也看到 從底下來看 任正非他也講得很清楚 說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其實美國企業 還是大量賣東西給他 在這個正式進入管制名單前 還是直接賣東西給他 所以華為他首先 他第一他做了準備 他有大量的存貨 這個存貨足夠他用一年 有人說一年 正常可能是三年存貨 或者三年到半個月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電子產品 你是不能存的 它是貶值得非常快 所以你存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面臨很大風險 如果說它沒有進入你存了 它都貶值了怎麼辦 但是華為呢它確實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任正非說 從春節他們就加班 五一期間還在加班 加到最後美國出這個東西 所以也有說 它可能是存夠近兩年的 零部件的供應 那麼其實你在網上 也看到很多東西 包括是特朗普簽了命令之後 這個美國公司還在不停地賣 因為另外一塊就是 美國公司要幫華為在說話 所以認為說它要感謝 這個美國的企業 因為華為從當時這個企業流程的再造 都是找美國的顧問公司 像IBM這樣的公司 來幫它進行再造 那麼另外就是 美國這些企業也幫華為在說話 就是不能夠破壞這個產業生態 但是我們其實看到 這個美國那邊是一招一招 它是盤算好的 先切斷你的硬件供應 比如說你最需要是集成電路 切斷這個 看你可能有備胎 底氣很足 怎麼辦 那麼我切斷你的軟件供應 比如說華為用的是安卓系統 安卓雖然是一個獨立公司 後來被谷歌在2005年收購 它屬於谷歌旗下 那麼谷歌就是說是 你這個正常的可能是可以更新 但是這個新的這個專業的 你就不給你用了 那麼華為它自己有沒有這個備份 華為自己也有備份 說它有一個單獨的一個系統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全世界是兩大系統 以前搞了幾家系統 這個微軟件搞個系統都不成功 最後就變谷歌跟蘋果 所以如果說華為再搞出一個系統來 跟蘋果一樣 那谷歌可能就會很難受 所以現在是一個這個高度的 對峙的這個狀態 但是全世界都在看 華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如果說它一個任正非一家企業 能夠對抗一個帝國 那真的是太了不得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怎麼走 關鍵看於華為有多少技術儲備 在關鍵時候能拿出多少樣的 這個備胎給它轉正 這個是大家看的 也是最好奇的 美國人也最好奇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說 就是說華為可能已經是做好準備 然而美國的行動 恐怕也不是只有這一招 因為我們還要來看到的是 美國國土安全部在20號 就對外宣佈說 中國製造的無人機 是有潛在危險的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認為 這樣的一個中國製造無人機 它是可以收集到一些敏感的數據 可以傳回到製造商 甚至再給北京政府來瀏覽 而且這當中 我們還觀察到了一個狀況 就是說CNN報道指出 美國跟加拿大 他們的80%的無人機 這總部是源自於 中國深圳的大疆 所以主任先生 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就是說像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華為恐怕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大疆 是不是也可能會面臨 同樣的命運 美國到底為什麼 不讓其他的國家 在這個部分成為世界第一 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網上有一個說法 我們有去核實 說大疆跟華為 都在同一個街道辦事處 所以其實美國是在跟深圳打仗 就跟那個街道辦事處在打仗 直接針對於深圳 但是美國的目標 顯然不是這個街道辦事處了 對 那麼它可能還會限制其他幾家 說又有五家中國企業 進入它的管制名單了 包括一家專門做視頻監控的 當然從大疆的情況來看 大疆說得非常清楚 就是這個數據本身 你想想看你是一個無人機 無人機最關鍵就是這個數據 要即時進行分析和處理 如果說你是買一個買家 你沒有這個技術水平的話 你是不是得依靠 給你提供無人機那個公司 你願不願意把數據給它 如果你不給數據給它 你出了問題的無人機要掉下來 你怎麼辦 你肯定得問它 如果說你無人機不給它數據 它怎麼會幫你解決問題呢 是 所以這個完全是兩鄉情願的事情 但如果你技術很強 你自己有你的語音系統 能夠監控 它完全可以不要你的數據 所以你拿這個來做理由 說你會收集客戶的數據 所以我就用國家安全來封殺你 這個其實是說不過去的 所以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我們看到 大疆能夠做成世界第一 確實它有它這個長處 我們都知道大疆是香港科大的教授 他和他的學生在深圳創業 那現在他其實在東莞 松山湖地 就跟華為一樣 在東莞那邊有很大的一個基地 所以我們說大灣區 它其實是全世界 未來可能最重要的世界的創新的基地 那麼從美國這種打壓來看 關鍵還在於 你能不能夠自強不息 結果你越強的時候 反而它可能在打壓的時候 它就看到先是打壓你 一看收持不了你 它可能就變方法 就像華為的情況一樣 一看收持不了先弄個90天 本來這90天是給這個 美國的什麼小型的 農村地區的什麼電信商的 後來發現不行 就給全世界所有的這個 正在運營的電信商 說給大家一個時間調整 但如果說真的華為 推出了這個軟件系統 發現不受影響 它自己的原來成績 那可能呢 這個Google那邊 它有可能會做一個重大的調整 那美國也可能會跟Google的商人 怎麼去調整 能夠網開一面 所以這個就完全取決於 你自己的實力 到底有多硬 沒錯 那麼說到這一點呢 其實我們在下個階段 還要來探討 就是整個全球科技 尤其是在我們的 集成電路半導體產業 在過去30年 到底是走過怎樣的路 以及未來的路 又將會走向何方 我們稍後持續聽朱先生 為您詳細點評分析 每天都會選擇 欢迎回来 讲到这全球半导体产业龙头 好像就是一个 年在美国的身上标签撕不掉 但这个标签曾经有松动过 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 一度是被日本给超越了 不过很快啊 90年代美国又追回来 标签还我好吗 结果呢这一贴就贴到现在 您知道吗 我手上有一个数据 美国2018年在全球集成电路设计领域中 有68%的市场占有率 那其他的部分呢 来看一下 在这世界第一的部分 美国拿走了 那中国台湾是占有16% 全球第二 那中国大陆占有13% 世界第三 中国集成电路的市场 其实是快速增长的 而且也是这全球集成电路 发展的最主要的动能之一 所以朱先生 我想要来问您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这对美国构成威胁 所以现在美国这么多的步骤 还有举措就是病急乱投意吗 应该说它不是病急乱投意 它是有很深远的部署的 也对这个分析得很透 当然就是这些政客们 有人这话说是政客们 它从政治角度分析 和产业分析 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叫信息产业革命 台湾叫资讯产业 它其实核心就是那一块集成电路 对吧 这个集成电路呢 越说越小 现在台积电已经做到7纳米的量产了 这7纳米就是一点点就根本的看都看不见 分大镜都看不见 对 而且它在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线路 就寄到一小块里边来 所以我们说华为里面那块芯片 苹果里面那块芯片 就是用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 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美国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公司 英特尔公司 英特尔公司就是在PC时代 打败日本的利器 因为日本在80年代 一度对集成电路发起了一个 全国范围的这种产业政策 来协同作战 力图把它拿下来 但是没想到英特尔非常厉害 它是和微软的操作系统Windows 来进行合作不停地升级 所以当时我们就是286 386 486 什么奔腾芯片 就这么一路就上来的 然后它把这个行业就进行了 这个我们叫做产业的重组 这个重组它是三十年来 是非常快速地演进 就是分工 分工因为它每一条芯片的 这个晶元生产到这个投产 它这个非常的贵 所以慢慢就出现了台湾的 你刚才说台湾它还排得很前列 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厉害的 就是台湾的企业叫做台积电 它的制程是全世界最厉害 连英特尔现在已经给退下去了 英特尔本来是老大 但是英特尔赶不上台湾这家 不停地更新 因为它现在到最新的生产线 可能一条就要投几十亿 甚至上百亿美元一条线 你想想看这个谁投得起 但是我专门做这个的 你们来设计然后包括华为的海思 都找台积电的流片 当然三星也有类似的这个线 但是美国本土已经没有这样的线了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 它是一个全球化高度发展的 动态的这个行业 全世界的各个企业 都在这条产业链上 在生存在发展 在往前演进 是这么一个发展的动态 确实就如同周先生所说 其实这个演进过程是非常快速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Intel 它是这个芯片制造领域的龙头 但如今30年过去 它们现在也是被拖垮了 不过这当中我们也要来观察 就是说整个半导体的行业 我们说PC它是诞生了Intel 移动互联网造就了高通跟Apple 那么如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 就是5G跟人工智能 又会是谁为霸主呢 其实讲到这美国 刚刚亚倩也提到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 也是最大的生产国 它基本上可以说是主导着 全球的半导体与这电子产品的发展 但是周先生 它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创新 所以现在我们虽然Intel它不行了 但是高通上来了 高通它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瓶颈 就5G的领域 它发现它的专利数量 其实没有华为多 而且在高通这个领域 5G它不像4G那么占有优势 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前一段时间 这个苹果和高通它有一个和解 就是因为苹果它要推出芯片 它原来高通老载它脖子 因为高通是个垄断企业 所以我们看最新的消息 这个美国的法庭还判 高通是垄断成立 对吧 那么这个苹果和高通打了几年官司之后 苹果其实给了高通一大笔钱 因为苹果说如果它不用高通的芯片 它就没有办法做5G 因为很快就来了嘛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连带问题 本来苹果想用英特尔的芯片 后来发现英特尔做不了 所以它两个一和解之后 英特尔马上宣布 它自己不做这款芯片了 所以你看到这里边 它就是那么残酷 但是我们说这块芯片 华为自己它的孩子 它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里边就看到 华为确实它在后来居上 这个上得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美国的优势站 人对非其实讲得很清楚 美国是在于 它在这段时间 诞生了一大批中型的公司 就包括这次实体管制之后 那么这大批中型公司 其实是受伤最厉害的 因为现在的芯片 它可能分得很专业 有专门做声音的 有专门做图像的 还有专门做可能以后是 人工智能等等的 这就是美国公司的长处 所以因为有这条全球的产业链 这些新公司 新创新的公司 在硅谷附近很快就会起来 就会迅速发展状态 我们说的独角兽 其实就这么来的 没错 那么面对特朗普呢 斩断这个华为链脑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掉 就是说其实华为 也不是没有办法来接招 也因此呢 刚刚朱先生也特别提到说 海思公司 他们制作这个芯片呢 其实在2018年呢 积升为全球五大芯片公司 但我们进步想要 请要到朱先生 就是说那么各国 接下来如何自立 是不是也都得要通过 华为这条路来走呢 所以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30年 全球的演进呢 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快的 这个分工链条 每个人在里面 都找自己的位置 然后呢不停地强化 变成自己的这个龙头 所以英特尔和三星 我们说它叫做 一体化的公司 就是有设计 有生产 有封装 下面还要去应用它 那后来就 电台就断了 就是呢 可能最厉害的这个制造企业 是台积电 还有联电 那大家呢 像海思这样的公司呢 就是设计 设计完 包括高通 它设计完之后呢 就交给它来流片 它就把它生产出来 因为那个生产 那个成本很贵 所以我就不要那个成本 你专门干那个 但是我不是对你一家 我对好多家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呢 它一流片之后呢 它不就有效率了吗 那这些新型的公司 就可以专门做设计 做研发 然后交给它的生产 然后生产之后呢 下一步谁来用呢 像苹果啊 这个华为啊 本身啊 还有其他的 像中国啊 小米啊 OPPO 它们都是这些 这些应用的这个厂家 就是使用这个芯片 所以呢 如果说这次 打断了这个行业 产业链 那你突然给我来一刀 说你不卖给我了 那怎么办 全世界可能都得重启路灶 把这个来之不易的 产业生产链 完全打断 所以呢 它可能会短期 会造成一个倒退 但长期来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链条 大家是无从得知的 但是至少呢 华为这个做了很多年准备 说我有从头到尾 我都有 但不过短期可能会冲击我 所以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集成电路行业 在中国怎么发展 下部和美国什么关系 美国既然出了这一张 全球怎么重组 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 我们看《评说新域》 欢迎回到《评说新域》 从伊朗到委内瑞拉 特朗普呢 到处的在点火之当中 暗层怎样的一个大气局呢 哎呀 这个火一直烧不尽 也出现大乱局了 包括这全球产业链 也要大洗牌了 怎么看呢 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呢 最近的就是从政治安全 就是我们的地缘政治那一块 和这个产业这一块 都出现了真正的这个大乱局 从伊朗的情况来看 维瑞拉情况 就是咱们上次分析的 对这个石油的供求关系 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 到底美国它要针对伊朗 针对美国它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自己的石油出口 未来的这个能源供求关系的把控 还是说对中东的进一步的 这种乱局的一种 重新的搅动权力结构 我们还是有待观察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呢 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好像最近它都有所集中 所以比如说像它和欧洲 日本的汽车关税 他说延后180天 那么草草的原来一直不同意的取消 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和铝的关税 他也同意都取消了 那么就算伊朗 它本来是建法奴章的 要派12万人去了 说这12万人其实没有派 然后呢说这个伊朗呢 这个暂时它的威胁已经受控制了 其实伊朗从来没有威胁过美国 反正是美国不停地威胁伊朗 是不是来专心应对 和中国的这个科技上面的这个竞争 所以它这个网线呢 是未经这一两个月 会明显地收到和产业这一块来的 尤其我们看到像今天说的 这个集成电路 它在一个风头浪尖上 但集成电路这个行业 不是这个政治家门 它通过几个法律就能够改变的 因为它毕竟呢 就是我们看到 它是这30年 全球化分工的一个结果 人为打乱它 可以打乱它 但是打乱之后呢 有风险 对于原来的领先者来说 尤其像美国这样 因为它的这个领先 就是美国的体质优势 它的创新非常快 新生企业非常快 所以想以刚才给我一份数据 是2012年的 但是2012年有很厉害的这个企业 像德州仪器 现在去哪里了 英特尔原来是不可一世的 现在它也不行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说是高通上了 但是高通现在也面临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5G方面的这种压力 如果说5G这个事情处理不好 可能高通它就会掉下去 所以其实高通一度 还差点被博通给吃掉 但是我们说呢 美国的优势就正好在 因为全球一条产业链 有人做巨额投资 有人有市场在试验 那美国就是发挥自己的创新 很多中型公司 小型公司 不停地壮大 变成新的这个公司 对吧 而这些公司恰好就是 华为很重要的设计也好技术也好 产品的合作对象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态链 那你现在人为的要把它打断 包括现在还要打断这个软件的生态链 像安卓系统 你不让某公司去用 去装它 那么可能短期对你有用 但长期会不会它另起如早 一旦起来之后 可能就是多家公司来 重新瓜分这个软件市场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全世界面临一个大边局 大乱局 那么谁能够脱颖而出 就是你的技术实力 你的研发能力 然后你能不能够团结一致去应对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